又家乡俗业 只修深恋成就 既得往生 这容易 这平常讲修行 自己工作繁忙 早晨起来早阔深恋 晚阔深恋 时间不多 只要你一生 一堂坑都不缺 符合 金钟的条件 大师至菩萨所说的 都是六根经念相继 它符合这个条件 养成一个习惯 到时候佛号自然提起来 真心切约 林明中时也能往生 又如像第十八月 一生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 林明中时 遇到友善 劝他 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他那个时候果然相信 果然明白了 也发这个遍了 林明中心切约 这种往生的一年 一念 神念 都能往生 真的多容易 这种往生的人真有啊 可是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 不可以依旧 不可以侥幸 那是什么 他这一生没遇到缘 为什么林宗一劝他 他就相信过去生中的善根 由此可知 往昔他所修的善根佛的因缘 很厚啊 这一生没有遇到这个法院 林宗才遇到 我们亲眼见到 当年在美国 华府佛教会 在马里兰州 帮助周广大先生 林宗祝您 周广大先生 人非常老实 在美国开一个面包店 林宗的时候 他又没有宗教信仰 医生放弃医疗 他是癌症 家人慌张 所以是病急乱头一眼 找到这个佛教会 那是佛教会刚刚成立 没多久 他找我们 我们几个同学就看 确实 很难恢复 健康了 所以就劝他 跟他讲极乐世界的好处 他听了很欢喜 没反对 劝他念佛往生 他就丰富的家里人 不要再 给他找什么医药找房子了 不需要的 全家人 念佛送他往生 这很难得了 三天 他就走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临终一念十念 这是